大会对佛说 贪有多种啊 那么舍哪一种贪 佛说大会 舍于女色之贪 知此 知此现实之 那个什么 欲乐 来生必定受苦 那个虚头反啊 不娶此种贪 以得三昧乐 三昧乐行 那么不是离 那个涅槃滩哦 那个涅槃滩是什么呢 虚头反应该什么 虚头反不像菩萨 他还在 那个涅槃滩哦 就是意思就是 菩萨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虚头反 差在哪里 菩萨不求涅槃啦 那个什么 那个神文圣啊 他追求的就是涅槃啦 他追求涅槃 他追求的就是 那个正的人无我啊 所以那个就是涅槃滩 好这样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虚头反国 所以我们要知道 虚头反国的境界 就是他虚头反国的人啊 他大概分成这种三种众生啊 下品装品上品 这三类的众生啊 三类的众生大概就是 你这个深剑一剑接近几剑 根据你那个清静的那个程度 分成这样子 这是虚头反 所以你要修那个 修虚头反国 你深剑必须要 要清静 一剑等它断 接近几剑 好那么师托反正了 我们就进入到那个那个什么 师托反 那么如何是师托反国 为不了色相自性 起色分北 所以呢 尚需一往来于仁天 善修禅定之会 自我见不生 诸苦尽除 而得捏盘 此事 师托反 这个地方 我们要 我们要那个地方要来 好好来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 你要进入到师托反国 要知道一个 一个那个色相 色相 它说 不了色相之性 起色分北 故序 故序啊 一往来仁天啊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会卡关 就会 我把这个擦掉了 会卡关就是卡在这里 他说这个师托反国 他不了色自性 这个在讲什么 这个在讲这个东西 讲 讲这个说 我们就这个 我们就无名 讲这个东西 你看 他说 那个无名 你那个无名一起来 我们讲无名风 你那个无名一起来的时候 就会怎样 有风嘛 我们讲无名就是无名风嘛 风是什么 风是会飘动啊 是不是 风一飘动 就会有什么 那个动就会有什么 我们说 声音啊 对 无名风啊 就是会飘动嘛 一有动 就会有产生什么 声音出来啊 那个今天讲 就是说 你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声音啊 声音来自于 有动 有静啊 才会产生 才会有生存啊 才会有生存啊 那么好了 有了声音啊 这个有了声音啊 你看 这个无名风一动啊 他就 就会有声音 对不对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洞啊 你这个无名一动啊 不只 不单单指 你无名 那个风洞而已啊 你这边一动 这一动啊 你里面的习气啊 对 里面习气 就会怎么样 就因为里面有很多习气啊 蠢蠢欲动啊 你这个无名一动起来 跟里面的这些 某一块的习气啊 会怎么样 会起相应啊 因为它那个什么 它蠢蠢欲动啊 相类似的 相类似的那种 那种 那种习气啊 那种习气种子啊 它就会 会动起来 我们听他说 你这个一动起来啊 这个风啊 风一动起来 我们 这个风一动起来 在这一块啊 这块田里里面啊 比如说你一块田 这块田啊 你风一扫过去啊 那个什么 你有开发的种子啊 它落在地上嘛 你风一动起来 有风啊 有水啊 它种子又冒芽啊 所以它就是 相类似的那种习气啊 它就会引动 这引动起来啊 引动起来就会有 这个色镜啊 有色镜啊 这个色哦 不是你眼睛看到的色哦 就是这个色 就是你一切 意思就是说 一切的这些镜像 所有的 所有的镜像 因为你这边 这边习气种子啊 一开始 开始 开始什么 开始熏燃啊 你这个 这个风一开始 熏燃 熏燃 那个相类似的习气 就会启动 那个就是色镜 那个就是色镜 那你这个色镜啊 接下来会怎样 有了色镜之后啊 就会有 有相跟有错啊 有相跟有错 那么 凭什么 你凭什么知道 会有相跟有错 因为有这个东西啊 就产生的处嘛 对不对 你会有相跟有错啊 就是 相错就是 有相跟有错 就会有的处嘛 有的处了 就会怎样 你会去碰触呢 就是 就会 会怎么样 会是什么 就会有 有这个胃出来啊 有这个胃 胃出来 那么这个胃 一出来之后啊 又会怎样 这个胃出来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变成你 这个 翼根啊 变成翼根 所思量的对象 这样嘛 接下来就是 这个胃一出来 就变成翼根所思量的那个 我们说翼根的前程啊 翼根前程 就是你显现在翼根前面的这个 这个 的前程啊 就变成什么 翼根思量的那种 那种对象 我们称它是法臣啊 它就是 那个什么 在这个 司 司脱环啊 就卡在这个地方啊 就卡在这个地方 因为啊 他 这个就是什么 他说讲说 不了色相自性 有没有 不了色自性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这样一个途径 也没了解 那我们读过了 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嘛 就是说他卡在这里 所以 在那个什么 司脱环这边啊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 这个道理啊 不了解这个道理啊 所以那个什么 我们从那个 从 那个修行的 那个什么 进阶的那个过程里面啊 精进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说会卡关啊 你到这边啊 你没有办法突破 大概就停留在 停留在这个地方啊 停留在这个地方啊 那个怎么样 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啊 你就会去乱想 刚才那个什么 刚才那个什么 那个 接近曲啊 什么遗见啊 这些啊 他就退回到 退回到那个地方啊 你没办法 没办法进去嘛 你就退回到 所以就会怎么样 我们讲说会 会退转 就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破 所以我们这个途径啊 他这个不了自信哦 这一个途径 我们一定要了解 了解说 这个污名一起来啊 污名起来就等于 跟污名风一动啊 一动就是有声音啊 声音就出来 生存啊 生存就出来 生存一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在 他一动起来以后 他是熏燃嘛 熏燃整个你的巴士田 所以巴士田 那个类似的那个种子啊 吸气 他就会 就又会引动 引动起来啊 就成就了射镜 成就射镜 那么射镜啊 有了这些射镜之后啊 就开始有香有臭出来了 有香有臭 接下来是什么 就会有碰触啊 你才会 才会有香有臭嘛 有了碰触之后 那个什么 胃就出来了啊 然后这个胃他就会送到 送到这个益根 变成益根 所思梁的一个什么 一个法 法尘 所思梁的一个前境啊 你到益根 到益根啦 益根 不是这个东西送到益根啦 你要去 去那个啊 去分别他 他变成他的一个法尘 他就卡在这一关 这样子啦 这个是那个 因为他如果这样讲 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 因为我们 我们 读过那个嫩眼睛嘛 所以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就卡在 就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光读 光读这个 光读这个内文啊 恐这样就没办法去 去了解到 所以啊 他会起那个色分别嘛 所以必须要一往来 那个仁天啦 所以应该好好的修禅定智慧 到我见不生啊 诸苦尽处啊 欧得捏盘 这个就是石头环 这是第二果 石头环果 所以读到这个欧果 我们就知道说 欧果会卡关 就卡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有三果 三果就是 阿那汗果 就是 过去啊 现在未来啊 三世 诸法 自信无始 见凡有牲畜 极有诸苦 烦恼 习不起 舍离诸祸 更不还身欲戒 是名阿那汗 这个 这个不还 那个什么 不还身欲戒啦 我们所谓这个第三果 阿那汗 好 我们从欧果这边啊 欧果这边 你欧果这边啊 就 考到这边 假计 你 这个 这一关你突破了 这一关你突破的话 开始啊 你知道说啊 原来啊 原来这边啊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社的自信啊 你 你通达了 设置信 你通达 所以通达就是说 你知道到这个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知道了 通达了之后啊 这个你那个什么 见解更宽广 这见解更宽广 接下来你要是怎么样 你要去了解说 这些东西啊 通通是生生妹妹 通通生生生妹妹 所以 你了解到生生妹妹啊 你就要知道 就接下去 你就说 这个诸法 没有自信 诸法没有自信 所以第三果呢 你就要去 就要去了解到 这个自信的问题 这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阿那汗 所以你 你那个什么 你了解到就是说 有生的地方啊 就会有一切的苦 那个 一些烦恼的习啊 就不起来了 烦恼习 就是那个 这些烦恼啊 因为你 你知道就是说 这些诸法的自信 诸法自信 原来就是生生妹妹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实体嘛 所以 生生妹妹 生生妹妹嘛 所以呢 他说 怎么样 这些烦恼 这些烦恼啊 现行的烦恼 就不会再起来了 现行烦恼就会不起来 因为你 为什么 你知道的 这个诸法没有自信 他是生生妹妹 你发现到就是生生妹妹啊 所以 我们现在从三果 我们了解到说 从三果 你反脱到恶果回来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 原来 他就 那个什么 恶果 就卡在这个 卡在这一关 你这关没有 这关不通 你就停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退转 这关如果通了 你知道说 哦 原来 原来啊 这个六分别七照 七照做 这个 这些 出来的万法 通通通都是生生妹妹 有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 没有 所以诸法 没有自信啊 如果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我们称他说 这个就是不来国啊 不再 那个不来 就是不再 那个 回到 异界这边过来的 好 这是那个什么 这是 第三果 安安韩果 那接下来啊 我们看 大会 阿罗汉者 修行 四禅 及三三妹 了八解脱 分正十利 三明六通 皆以成就 招致 诸苦之烦恼 岳以 断尽 叫做阿罗汉 这个 那个 那个三三妹是什么 我们说修行四禅 大家知道嘛 好 那个 再过来三三妹呢 三三妹就是空 无相 无怨 那是三三妹 好 八解脱啊 这个八解脱 我们大概 大概 大概 复习一下 八解脱你要这样看 就是 那个什么 我们从这个图腾来看 从后面来看 就说 在讲 这八解脱其实在讲 说你从 玉界天 一直咻咻咻到无色解天 到无色解天 无色解有四空天嘛 四空天 每一空 每一 每一 每一空天 都是一种解脱 就是四解脱了嘛 对不对 好 你看啊 那欲界的解脱啊 一个是欲界解脱嘛 一个是色戒嘛 对不对 色戒 色戒有哪色戒 色戒啊 就是你看哦 就是无色戒就有四空 四个解脱嘛 你除了 除了从那个文字上来 文字上来的解说啊 这就不用讲哦 我们就讲 那个 那个社界以下的哦 就是说 从最初开始 异界天啊 异界天的解脱 异界天的解脱是怎样 异界天的解脱啊 他说 如果文字上来讲 他说 从 从内 也从外啊 有没有 从内来看外 然后从内看外啊 还有再来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我们从异界开始 从色戒以下 色戒天 第四 四禅是什么 四禅天啊 就是清净嘛 这个内外都清净啊 四禅天啊 我们讲说 我们在讲那个什么 禅定的时候 四禅天 就是你整个 整个这个社寺都清净 那是一种解脱啊 那是一种解脱 那另外一个再过来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四禅 四禅 三禅 这是一个一种解脱 那么三禅以下呢 三禅啊 三禅也是一种解脱啊 三禅 为什么是一种解脱 三禅 你看哦 三禅的解脱是这样 你四禅就是整个清净嘛 那三禅的境界啊 我们从身心里看到 就是我整个就是 怎么讲 整个就是跟那个什么 天禅代变一样啊 整个禅天给你包起来 整个禅天给你包起来啊 那个时候啊 你从二禅跳到三禅过来啊 这个时候天禅代变啊 这是一种解脱啊 这种解脱是怎么样 就是你从内跟外啊 本来那个什么 四禅就是内外清净嘛 那三禅呢 就是内外快要清净了 因为你那个 只要那个残检破掉以后 就会到四禅去嘛 所以那个就是 就是一种解脱 从二禅变到三禅 这是一种解脱啊 另外呢 就是你从那个 那个什么 出禅到二禅 这是一种解脱啊 出禅 因为你脱离了那个什么 遇见的那个什么 遇见的喜乐啊 这时候是一种解脱啊 一到二是一种解脱 那遇见天这边啊 你要从遇见天 跳到这个出禅天过来啊 那个是一种解脱 这样是不是四个 不 总共加上是八个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们所谓八解脱 我们就从概念来看 就是说你从遇见开始 第一个遇见天 你要跳脱遇见天嘛 遇见天你要摆脱 他的那个什么 一些天就是喜乐啊 喜乐啊 那出禅 二禅啊 就是要脱离这个喜乐啊 对 三禅呢 那个念头啊 念头 念头 你脱离了喜乐之后啊 剩下那个念头啊 剩下念头 所以剩下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你讲 就意思就是 那个念头一直 一直什么 念念留住啊 所以变成一个禅间 就跟你包住 跟你包住 那就是 那也是一种解脱 因为脱离了什么 脱离了那个喜跟乐啊 你如果没有脱离 就是留在医药厂 你脱离了 脱离了那个什么 喜跟乐啊 我们说三禅 我们知道是离喜庙乐 好 那个离喜庙乐啊 喜乐没有了以后啊 喜乐没有了就清静了嘛 对不对 就跳到四禅 四禅那时候就是清静 我们整个设身都等于一个脱民体 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 舍念清静 所以要知道 就说你离喜庙乐啊 离开了 那个初禅 后禅的那种喜乐 就产生一种妙乐 这是三禅 产生妙乐 那就是一种解脱 接下来啊 你那个妙乐 那个喜跟乐 完全舍离之后啊 事实上就是念头嘛 那个念头 那个喜乐的念头 如果 都抛开的 那就清静嘛 那就四禅 那就一种解脱 所以要知道 那个解脱啊 我们从那个 从最初的喜跟乐 喜跟乐 你那个 郁街天当然就是喜嘛 郁街天来这五一乐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些 那个什么 我修持十善之后 我郁街天的喜 我抛开了 开始禅定 那个禅定啊 会产生一个喜 初禅会产生喜嘛 那个要离开那个喜 后禅呢 就是要 离开了喜之后啊 你就会产生那个乐 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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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三禅呢 就连喜跟乐 我都 逃开掉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从 从 一禅这边是一个解脱 一禅厄禅是一个解脱 三禅是一个解脱 四禅又是一个解脱 知道吗 你接下来就是无色禅 四个解脱 四空天的解脱 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个四空天的解脱 更细微 更细微 一个就是 时间向的解脱 一个是空间向的解脱 那时候 那时间向空间向啊 就是 就是要讲到 就是说 你住了这个你要再离它 我们说第二个 无色界的四空天里面的 第一空天 第二空天 就是 就是怎么样 就是 破空间跟破时间 那么第三空天 第四空天啊 就是怎么样 离什么 离空 离这个 空间的概念 也远离时间的概念 可以这样讲 知道吗 就是说 你住了这个 你要再离它 知道吗 所以你住了空 你要离空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还不到 那个什么 我们说你离空了之后啊 离了这个时间向之后 或离了空间向之后 再怎么样 接下来 你要进入到那个什么 再进入到那个五尾 更五尾 就是到那个菩萨的境界的时候 你连那个离的那个念头 就要抛开 连离的念头 就是回到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第三禅 舍念清静 有没有 舍什么念 舍那个喜乐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乐啊 有没有 舍念清静啊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四禅 有没有 要把那个喜跟乐啊 第三禅虽然是离喜妙乐嘛 因为离喜的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远离的喜跟乐嘛 你远离它不行喔 第四禅就是要舍弃掉 舍弃掉那个念头 那就是舍念清静 所以解脱 我们从八解脱来讲 文字上讲 可能那个什么 会比较模糊 但是我们从整个 你从玉界到 那个五射界这边 这一段 这一段来看啊 就是那样的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的解脱 好 好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八解脱啦 那分正实力啦 分正实力 这个实力啊 就是那个 佛的境界啦 这个实力就是 你到奥罗汉这个时候呢 就是 开始 开始要认识这个实力啦 三明六通 这个大家都知道啦 所以招致诸苦的烦恼 那些烦恼艾啊 都已经断尽 这个叫做阿罗汉 好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啦 那 下次我们再把后半段 再把它读一下 因为啊 我们还要再 我们突然 我们再把整个 整个那个 讲到那个诸佛体性 我们再做一个总整理啊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参与 有问题喔 请在线上 那个提出来喔 好 我们就到这地方 谢谢各位喔